hello大家好 我是嘉良 现在在2024成都车展的现场 我发现今年车展的一个现状就是华为系家族的发展的车型是愈发的壮大 咱们今天就好好细品一下华为系的车型究竟有多少台 我现在在鸿蒙智行的展台 这有刚刚首发亮相的质借R7 一款非常个性的SUV 身后还有问借M7 Pro版车型 以及远处还有一款高档的华为系的轿车 响借S9 可以看出华为家族的车型是越来越兴旺了 当然除了我们在鸿蒙智行品牌拍到的这些车型以外 像和华为深度合作的车型也有像江淮品牌 阿维塔 以及蓝图的新车 幸如今是三届已经全面覆盖了SUV和轿车领域 想必大家还在等MPV的那一届 就是尊介 当然和华为合作的MPV不止于尊介 像我身边这台同样也是华为和江淮联合打造的这台瑞丰RF8鸿蒙版车型 也是妥妥的华为范儿 属于华为的朋友对于这一块屏幕想必并不陌生 15.6英寸2K分辨率搭载了鸿蒙OS4.0的车机系统 也是和华为车系一样的原生态的车机 响应速度和上手逻辑都是一模一样 非常的好 咱们看一下它的车机的响应速度 小一小一 空调调到21度 车窗打开到70% 播放音乐 音乐也播放了 哇 整个连锁的响应速度是特别的快 而且指令非常的精准 当然除了前排的这些响应速度以外 它的第二排同样也是控制华为这一套车机的 咱们来试一下 小一小一 打开座位按摩 空调调到最冷 打开车门 好 作为按摩已经打开了 屏幕也显示了 然后空调也已经调到最低温度了 这里 然后车门也打开了 其实作为很多带有这种智能车机的MPV车行李来说 用语音操控打开侧滑门 这个功能的确也是头一次见 即便在今天车展环境这么嘈杂的情况下 这一套华为车机无论是语音的识别度 还是响应速度还都是非常的快 而且再结合到前方还有一块 是23.5英寸的HUD抬头显示 在多种的天气情况下也能看得非常的清晰 前方也看得非常的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选车都在去选择一款 拥有华为生态车机的这种车型 因为它真的很好上手 识别度精确 而且响应很快 而且这次瑞丰R18红版车型还增加了L2加级的智能辅助驾驶配置 大家也都知道MPV这种车型的定位 绝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高速的长途行驶 而这套L2加级的辅助驾驶 它会结合高精力图实现高速NOA的支驾 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巡航的时候就可以开启之后 它除了基础的自行驾航主动跟车车的保持前后自动刹车这些功能以外 它是支持高速阶段的波杆变道等等这些更为高阶的支驾功能 所以让长途驾驶也会更加的轻松 同时瑞丰RF8红版车型在内饰的系列上也做了更多的打目 比如说前排座椅均支持通风加热功能 主驾驶还有十项角度电动调节 以及座椅的技艺功能 中排的两张零重类座椅不仅有腿托等等 多项角度电动调节 而且两个座椅都支持通风加热和多点按摩功能 而且还要注意到一个细节 安全带也是直接安装在了靠背这个位置 即便我们在长途途中我们一个半躺的姿态也能对身体起到安全束缚 再往前看只有一个小桌板 在这办公吃饭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下方这个位置还提供了220伏的交流电源 动力方面瑞丰RF8红盟版依旧搭载1.5T GDI DHE混动的这套布局 匹配一个前驱电机以及三档DHT混动专用变速器 支持150公里纯电续航以及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150公里 同时用户还可以去选择下定搭载44.55度的三元大圆柱电池的超长续航版车型 至于瑞丰RF8的直际的驾驶体验 速度以及它的溃电能耗的表现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长测试驾内容 也欢迎大家来翻阅 说句实在的 就这一套华为的深度赋能 再加上这套实用的L2加级的高阶制驾 要搁到其他品牌上怎么说也都得30万多打底了 而这台瑞丰RF8红盟版车型才20.99万起 所以这么来看 这台MPV真的是非常超值了 全市质量的地软 的地软